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这个章节主要要介绍的是 从商周一直到隋唐的民族与文化 那朝代的范围呢 跟上一个章节是一样的 只不过上个章节主要是政治方面 那这个章节我们要提到的是 民族交流与文化发展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章节的内容有哪些 好 这个章节第一段要先介绍大家认识一下 每一个朝代的周围 就是除了汉之外 除了汉民族以外的其他民族 然后会跟同学介绍到 汉民族跟其他民族之间的 互动跟融合的情况 那第二个部分要提到 因为互动与融合 所以就会碰撞出新的文化发展 那这个文化有可能是 这个文化是双向的 有可能是 中国传出去也有可能是 其他国家传进中国 好 然后接下来的话 第三段要单纯来讨论一下 中国的宗教礼俗 主要是强调佛教跟道教方面的发展 好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首先第一个在商周时期 我们在之前聊政治天的时候有讲到说 其实商朝当时整个中国的范围 好就是现在中国的疆域范围不是只有商 不是只有商民族还有其他的民族存在 那因为这个商后来变成周周 接下来就会变成秦汉就一路下去 所以我们会把商这个民族的发展 当作是中原文化或者是所谓中华文化的 其中一个源头 那我们在被那个历史朝代表的时候 商也在里头 那因此呢就会产生出一个小小的结论 就是我们会一直把黄河流域地区 或者是中国地区的华夏文化 当作是一个中心 那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跟编写上 就喜欢讨论华夏文明 与周围民族的互动 好那但是还是要请同学 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整个中国 就是现在的中国的既有的疆域面积范围里头 在古时候不是只有中国这个国家 周围还有其他的民族 好那商庚州都出现在黄河流域地区 当时是有很多的部落当中的部族 他们会互动 所以就会形成所谓的华夏民族 好那这个华夏民族主要在哪 是不是黄河流域 所以呢在春秋时期 长江流域中游的楚国 楚国大概就是在今天的湖北啦 好 两湖地区啦湖北湖南 然后下游的吴跟月就是江淮地区 比方像江苏啊浙江啊 那这个可能同学要有点那个中国行政区图的概念 其实在地理有学过嘛 对不对 好我是很建议同学去背一下啦 没有为了什么 紫粹就是让你觉得 紫粹就是要让你能够感受到 你有去背那个地图对于你接下来学习历史 甚至是部分的地理都会比较有帮助 最起码你不会出现一个地名 它在哪里你都搞不太清楚这样子 好那因为他们是在长江流域跟传统当中 所谓的中原地区 中原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啊 我们如果画一条黄河 那中原大概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 当然你可以就是就是以它为范围 这个地方就叫中原 然后 然后 嗯 其实商朝 对不起 商朝就在这 然后 中间是周 然后 对不起 不行啊 重新把我的B卡索 还原 好 这里是 最早出现的下 但是因为下没有介绍 然后面积也很小 所以那个同学就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好 那周朝的话 主要的位置在这里 就是你看到周朝 它就是在那个黄河的核桃 这个M字形叫核桃 它就在这个核桃的右边 左边 就图的右边 对 OK 就是在这个核桃 就我们看 我们面向它的右边 比较靠近中游的地方 这里就比较上游嘛 这里比较中游 好 这个地方就是 这个点 这个位置就是长安 好 就在这边 好 那所以其实都是在黄河流域地区 那么我顺带补充一个 就是这个周朝的这个位置 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关中地区 等一下可能会出现 好 所以同学记得关中地区就在那个地方 好不好 好 来 那因为 所以商庚州都起源于黄河流域地区 所以自然而然我们就会觉得说 我们就会觉得说 黄河流域就是中原文化 就是所谓的华夏文明的中心 那相较之下 长江流域是比较晚开发 所以当时 就会有 就是在那个文化观念上面 就会觉得人家比较稍微落后一点点 或者是比较野蛮一点点 或者其实说穿了 他就是比较不像中原文化 但是像南方的楚国的楚辞啊 他就是很重视情感很自由奔放 那个端午节大家吃粽子 那个屈原有没有 屈原他本身就是楚辞的大家 楚辞很浪漫 然后楚辞 情感充沛 其实如果我们以现在这种文化平等的角度来看啊 楚辞非常具有他高度的艺术价值 但是如果以当时中华文化本位这样子的传统观念来看 就会觉得南方相较之下比较不正统 因此就会把他们视为是非华夏民族这样 好所以这边才会特别提到了就是 长江流域地区跟黄河流域地区有交流跟互动 并且呢楚国曾经北上参与中原争霸 就是问鼎中原 好这个我们有稍微介绍过对不对 扩大了华夏国家的范围 好看一下图 来这个是长江流域 那我们说楚就是在这边 然后吴跟月就是在那个 这里是就是 sorry 就吴跟月这个位置比较接近江苏跟浙江 好 上面是江苏底下是浙江 好那你看像这个 其实近这个位置就是中原 那以前啊就是会觉得说这一块文化是所谓的正统中原文化 那这个西边的啦南边的相较之下都比较蛮荒这样 好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民族交流 因为毕竟其实在民族他其实强调的就是语言啦文化啦 历史背景 那的确不得不说西边跟南边是比较晚才加入这个 所谓的中原地区的文化概念 好然后到了战国时代呢 北边也来了 好中原地区受到北方草原民族匈奴的崛起而倍感压力 所以呢战国时期三个北方国家 烟造秦来同学这是考题 容易出现在那个断考的选择题里 烟造秦这三个国家为了防御匈奴所以开始逐长城 所以给同学一个观念 长城最早不是秦国不是秦朝就是不是秦始皇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会讲秦始皇祖长城嘛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其实长城最早是出现在战国时期 那秦始皇后来就是把燕赵秦这三个国家的长城连起来 好OK再来长城是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界线 然后他在政治上的功能就是抵御外敌 好要不要北方的三个来 你们看有没有看到长城就在这里这里 这就是长城OK 北方的三个烟造秦背一下 好匈奴继续发展来到了汉初国力比较弱 对匈奴采取和亲跟贸易的方法 同学为什么国力比较弱 第一个秦朝末年天下大乱 所以他刚刚恢复元气对不对 第二个为什么比较弱 因为其实也不是弱 是因为国家采取比较不那么积极的统治方式 叫做皇老治术对不对 不会一天到晚把老百姓抓去逐长城打匈奴 不然你这样就没有做到与民休息啊 好所以采取什么方式和亲 好到了汉武帝 我们知道汉武帝不是吃素的对不对 汉武帝国力转强 为什么因为前面休养升息了 那汉武帝改采主动出击派兵征讨的策略 他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匈奴主要是在西北方 所以他希望能够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 当时的匈奴主要就是分布在今天河西走廊 然后连接到思路这个地方 好先说汉武帝在一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思路的 只是原本思路这条路线上有好多的民族都被匈奴所控制 那当时有一个国家叫做大肉汁 这个大肉汁曾经与匈奴产生过交战 那那个肉汁王 肉汁王 听起来好像有点香 好像卖我们控罢本还是什么的 好OK 那就是这个肉汁王呢 不幸被匈奴残杀 然后据说他的头颅还被匈奴砍下来之后做成酒杯 其实对于这个 对于这件事情 其实我在看书 然后我以前看到的时候 我思考了很久 就他的头颅做成了酒杯 那代表皮还在咯 因为如果只有头骨的话 那眼睛不是会漏水吗 不然就只能用下巴 这我思考了非常久 好同学就把他当做民间奇坦听听就好 总之这个大肉汁啊 对匈奴怀恨在心 那汉武帝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 决定采取联合次要敌人 打击主要敌人的方法 就想要去派使者联络大肉汁一起攻击匈奴 那这个使者呢 就是我觉得他很衰 衰鬼 张谦他就出发了 OK好 那为什么张谦很衰 因为张谦他此行去联络大肉汁是凶险万分啊 因为在他之前呢 从来没有人走过这一条路 可以让你知道一个就是证明 就是这一条路对于汉代的人有多陌生 就是张谦呢是代表汉武帝时期 对不对 那我们讲到汉 汉武帝会觉得说很强啊 汉呢还是华夏文明 中原文明 中国文化代名词啊 汉人啊 汉应该很强啊 对不对 汉武帝大家都耳熟能详啊 汉武帝唐太宗啊 有没有 大家都会讲 可是你知道吗 张谦去通西域的时候 那个西域诸国 就是西域有很多其他的小国 根本都没有听过汉是什么 他们反而听过匈奴 嗯 那这个张谦呢 就所以应该这样讲喔 你知道就知道张谦通西域这件事情啊 真的是一个突破性的发展 那为什么我说张谦非常的衰呢 因为张谦在路上还被匈奴给抓走了 然后他被算是软禁起来 匈奴不放他走 然后还逼他娶老婆 然后他还生了很多小孩 后来经过了十几年的岁月 你知道他在匈奴都已经成家了 那个儿子啊 都一个一个噗噗噗噗 这样长出来了 他依然没有忘记汉武帝交给他的任务 于是呢 这个张谦啊 就趁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他们本来是一行人嘛 就是整个使者还有很多军人什么的 但在去的路上 死的死病的病被抓的被杀的 搞到后来张谦身边只剩下一个随从 他们两个 居然在十几年后 依然坚持完成汉武帝的任务 所以两个人呢就刚讲的喔 接到刚刚的那个故事 就是选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他们两个就偷溜出那个匈奴的区域 然后去哪里 就是要去找大肉汁 天儿啊 你老婆跟小孩咧 就放在那 送老公喔是不是 好 然后呢他就去找大肉汁 更衰的来了 当时的大肉汁啊 到了今天的中亚 那中亚那边有两条河流 一条叫希尔河 一条叫阿姆河 好这个地方是一个水草肥美的地方 意思就是 其实大肉汁在此已经 因为他们当时被匈奴驱赶 然后他们就拨迁到这边 所以他们已经在这个地方定居了 很长的一段岁月 同学你想张谦的儿子都长大了 对不对 好 结果当张谦找到了大肉汁 告诉他们他的来意之后 肉当时的肉汁王就笑着跟张谦说 的确啦我们的祖先 祖祖先 好 跟这个匈奴是有这个不共戴天之仇 但是时间已久 我们也不想打打杀杀 而且匈奴也很久没有对我们怎么样了 所以我们这一辈的人啊 在如此水草丰美的地方 住的倒是挺安逸 那我们知道你们的来意 然后就是你们也是好人 但是真的很抱歉 我们不想打仗 张谦傻眼 好没关系 无论如何 我完成了皇上交代的事 所以这个张谦呢 好被大肉汁谢绝之后 他就急忙赶回了长安 我再问一次 你老婆小孩呢 好OK 反正他就急忙回去 最悲惨的来了 你知道张谦一回去啊 他就急急忙忙去见汉武帝 所以然后当时就有大 就有那个反正就有通报 跟汉武帝说 诶那个张谦就是 就是要进见 要见皇上 你知道汉武帝说什么吗 张谦是谁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 鸡尾哀伤的故事 然后 呃 后来就是旁边的人提醒了 汉武帝之后 啊 对啦 那个 出使西域那个使者 哦 啊这么久 哦回来了哦 哦好好好 然后进来之后 还要装作很熟的样子 其实汉武帝根本就已经忘记长谦了 实在是很可怜 好 但是呢 身为一个衰鬼 绝对没有这么容易 所以当时张谦就见了汉武帝 就告诉汉武帝说 呃 就是大肉汁 然后 呃呃呃呃 然后汉武帝就说 哦好好好我知道了 那 唉 这个匈奴啊 其实不瞒你说 你出去通虚域 哪年 你出去 初中哪年 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出去 通虚域之后 呃 其实我们也打了几场胜仗 好 那但是呢 这个匈奴的问题 一日不解决 不解决啊 我也是一日很难心安啊 但是战争不能一直打嘛 消耗多嘛 所以呢 这个联合次要敌人 打击主要敌人的方法呢 我是觉得 还是要继续进行的 所以虽然这一次大肉汁 这个任务里没有成功 但是这不是你的问题 那是肉汁的问题 所以你的这趟行程 其实还是很有价值的 而且听说看了你的报告 哦 你了解了西域各国发展的情况 哇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 啊 我告诉你一件事 就是呢 你知道在另外一个地方 有一个国家叫乌孙 张千就 哦有听过 这个我跟你讲 这个乌孙 他就是又跟匈奴吵架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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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肉汁2.0版 所以汉武帝就跟张千说 那就麻烦你再跑一趟吧 所以张千就又出发 再去联络乌孙 嗯 对路途当中他一样有被抓走 但是这次就是速度比较快 对 那最后乌孙有没有答应 与汉朝共急匈奴呢 答案是 没有 对 所以张千通西域两次都失败 好 但是他的极大贡献在哪里 就是他走出了这一条道路 这个所谓的走出不是说 他踏平地面 有没有 有没有 下大雪啊 还要铲雪 有没有 铲出一条道路不是哦 而是说 他了解了西域各国的情况 那后来呢 他回来之后 就变成西域通 那汉朝有想过说 既然 虽然联络次要敌人 打击主要敌人的方法 不行 但是呢 如果能够 我们在西域上面经营 是不是其实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 对不对 我们派人去经营西域 我们去跟西域的这些国家友好 那到时候如果匈奴出现了 我们随时都可以找人合作 对不对 就是有点像类似扩大人脉 只是要扩大的是国脉 对扩大外交 所以张千 其实 其实算是一个成功的外交官 虽然他最终的目的没有成功 但他却意外的为汉朝带来了 就是思路以及对于西域的了解 所以我们还是会认为他是一个相当厉害 相当成功的外交官 好 OK 那么 为什么要叫思路 就是因为后来 汉代的人就开始往思路 思路在哪里 我们等一下看图 就开始往思路这个地方发展 那么商业就做起来了 中国当时有一项 世界其他各国 连欧洲更遥远都还没发现的国家 就不用讲 他们通通都不会的一个技术 就是养蚕取丝 可以制造丝绸这件事情 那丝绸呢 在西方世界他们知道是上等的布 只有王冠贵族 甚至只有皇帝可以穿着 皇帝穿着有时候还会被骂 就会觉得他太过于奢侈 奢侈 奢侈 太奢侈的奢侈品 这样 那当时的汉朝 就透过这一条路 将丝绸 源源不绝的往西域 甚至更遥远的欧洲卖 就赚尽了很多的钱 所以这条路的话就不称为思路 好 第二点 当时中国通往 输往西方的物品主要是丝织品 商人携带商品自中国出发 经敦煌 因为敦煌知道吗 敦煌在甘肃 就是河西走廊 所以我就说 如果可以的话 我是建议大家 那个行政驱途 地理是否有附行政驱途 拿出来看一下 那这个敦煌就是 河西走廊 我们在地形也有教过河西走廊 他是河西走廊的最尾端 在过去就新疆了 好 从敦煌经西域 再转至西亚跟中亚跟西亚 同学 河西走廊旁边就是新疆 你自己去看地图好不好 河西走廊会连接到新疆 那新疆呢 是不是天山很高 所以山上的积雪融化下來之後 就會形成那个绿洲 然后绿洲就會出现绿洲都市 所以张谦就沿着河西走廊的绿洲 一路走到新疆的绿洲 然后新疆再出去就是中亚 中亚再往下 中亚在这 西亚在这 他所以他可以往这里或往这边 就会接到欧洲 好 最远可以消到哪里呢 各位乡君 闭考题来了 大秦 大秦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 OK 那罗马帝国我们在西洋史 再来好好的介绍一下 这是罗马的帝国时期 那现在的罗马在意大利 但是罗马帝国 帝国他的疆域面积很大 不是只有意大利 所以我们写罗马帝国 但是我们不要写意大利 好不好 因为罗马现在只是一个城市 但是以前是一个大的帝国 所以他有个很大的疆域范围 好 所以这条路就被称为叫斯路 那出去的是丝绸进来了什么呢 这也是超级重要 佛教来了 佛教从印度传过来了 你可能想说印度 那怎么走斯路 就是先从印度往上传 印度的上面是阿富汗就是西亚 然后再返传回去 所以往上传 然后再往中国传 这样子 好 还有一些食物 比方像葡萄 这个葡萄是地中海作物 那葡萄要欧洲才有 要地中海附近 地中海附近在哪里呢 西亚 OK 还有一些胡人吃的食物 像胡桃 然后绘画 还有一些杂技 好 那东汉的时候匈奴等胡人 持续迁居黄河流 因为互动就变得更多 但是呢 胡汉因为生活方式上面有很大的不同点 所以经常会发生冲突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匈奴到了东汉 问题依然还是很复杂 好 那这个匈奴 我简单口述一下 因为这个旧教材里头有 但是现在就删掉了 就是匈奴后来在东汉的时候 分成了男匈奴跟 北匈奴 那 南匈奴 后来跟中国融合了 因为他比较南边 然后再加上南匈奴部落跟中国 比较采取友善合作的方式 所以后来的南匈奴就 就是 就像刚刚讲的东汉 他们就开始慢慢的往南迁徙 那另外一个是北匈奴 可是这个北匈奴就被 就在东汉河地的时候被 被赶走了 被打了 然后打输中国之后 他们就往西迁 那他们迁到西半边去的时候呢 他们威胁到了 欧洲北部的游牧民族 叫日耳曼人 那这群日耳曼人 因为打不过匈奴 所以就是 中国打匈奴 匈奴只好跑 然后匈奴呢 就威胁到日耳曼人 那日耳曼人打不过 所以换日耳曼人跑 那当时的日耳曼人 他们只有 只剩一个地方可以跑了 就是往南 那往南是哪里呢 往南是当时的西罗马帝国 就是罗马帝国的末期 分成东跟西 那西罗马很弱 所以这个西罗马 后来就被日耳曼人给灭掉了 OK 对 所以 接下来的欧洲历史也就改写了 好 好 那么匈奴这个部族 除了西迁的之外 当然还是有绝大部分的人 持续留在中国的北方 他们主要是住在 黄河流域的北边 就是今天的蒙古 然后甚至有一点点 就是在河西走廊的上方这样子 好 那么这个匈奴后来 在西进的时候 西进因为政权衰弱 所以匈奴就攻进西进 然后皇帝被杀 这是外患 那当时的进 对不起我讲皇帝被杀 就是皇帝一开始是被掳走 这个比较有名 那被掳走 结果当然就是GG了 但是呢 匈奴攻进西进 把皇帝给抓走 那这个被抓走的皇帝 叫做靖怀帝 靖怀帝的年号 叫永迦 所以这些事情就被称为 叫永迦之祸 所以什么是永迦之祸 匈奴奴造成的 好 西进汉人政权衰弱 永迦之祸后 北方草原民族 纷纷入主中原 汉人被迫大规模向南方迁徙 好 这个 入主中原 就是五湖十六国 那汉人被迫大规模向南方迁徙 这个就是东晋的出现 为了让你更清楚好学习一点 那个同学可以翻一下讲义有空白的地方 那我们做一个 我们做一个很基础架构的整理好不好 就是我们处理一下魏晋南北朝 不然我觉得 我讲的再清楚你们听了都还是很模糊 OK 我们开始做一个更多的地方 嗯 放入鱿鱿鱿鱿鱿鱿鱛 放入鱿鱿鱿鱿鱿鱿鱛 放入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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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鱿� 同學現在在黑板上看到 是魏晉南北朝的 那個世系年代表 朝代表 那魏晉南北 南北朝 那我會幫你把那個 內容慢慢的補上去 那這一段的發展是這樣 就是東漢末年的時候 曹操的兒子曹批 把東漢給串了 就建立了曹魏 那有在有看過三國的同學 應該知道就是南方還有 那個蜀漢跟孫權 吳對不對 好 劉備跟孫權 這就是三國時代 好那這三國呢 滅亡的順序最早是 蜀先被魏所滅 那當時曹魏掌權的已經不是曹家 是司馬家族就是司馬裔 然後司馬家族 因為見到曹家的衰弱 好當然當時還有很多 他們的愛恨情仇啦 總之後來司馬家族就 然後串了曹魏建立了西晶 建立者就是司馬裔的孫子 司馬炎就是西晶五帝 然後西晶在南下面武完成統一 所以三國就是結束在西晶的手上 好那這個西晶呢 沒有傳很多代皇帝 就只有四代皇帝 但是最後到了 近淮帝的時候 爆發了勇家之禍 匈奴攻入中原西晶被滅 西晶的王室 就跟著我們之前介紹過的 當時的釋迦大族 一起南迁到了 一起南迁到了南方 一起搬家到南方 搬到哪裡呢 搬到當時吾 就是吾國的地方 但吾因為已經沒有了嘛 但是吾因為長期就是孫權家族 這樣三代在這邊長期發展 所以就是造就了一個都市 一個城市的崛起 這個城市呢 在吾的時候叫做建業 OK 那就是今天的南京 那到了東京 到了東晶的時候 到了東晶的時候 南京當然位子沒有變 只是名字就不叫建業了 因為西晶的最後一代的皇帝 叫司馬業為了避皇帝的名會 所以就把建業改成健康 還是南京 那我先說說南方 當時的東晶啊 這個偏安江南 嗯 好就他了 東晶偏安江南 王室政權能夠延續下去 靠的是什麼 就是世家大族的支持 所以我們在前一個章節有講過的 王跟謝這兩個姓氏 其實就是東晶時期 支持司馬家族最重要的 支持司馬這個姓氏這個家族 最重要的另外兩個家族這樣子 好 那但是你知道偏安江南 原本的家在北方 好 這時候是不是又要順便寫一下 這個首都都在洛陽喔 阿鼠用不到啦 在成都 四川成都 好不好 好來 那麼這個東晶他因為逃到了南方 所以他有個很大的夢想 就是想要打回北方 那同學覺得打回北方 北伐 最重要的是什麼人 軍人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晶後來 政權就落入軍閥的手中 有一個軍人叫劉玉 好 就是那個水文 劉玉面積廣大 劉玉 這個劉玉呢 就串了東晶建立起了宋 但是他是串位所以首都不變 好還是一樣在健康 但是這個劉玉啊他是寒門 就是他根本連什麼了不起的士族都稱不上 那你知道在南方士族的力量這麼的龐大 你一個寒門的皇帝 你能做的事情很有限 所以劉玉家族說實在就是他們在南方經營的並不是很好 後來他就被那個王謝元宵 就是南方有四大家族就被姓宵的給取代了 那那個蕭家建立的就是齊 好就是齊這個朝代 這都是朝代喔 OK 所以齊就把宋給串了 那首都一樣在健康 那齊後來又被梁所串 首都也是在健康 這個梁有一個男主角等一下會出現 所以我先寫給你 好叫梁武帝 這個梁武帝 好佛 他對於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 所以先讓你認識一下 那梁呢後來再被城所串 首都一樣在健康 好這是南方 你有沒有發現都在同一個地點 好 所以這六個朝代 來喔 1 2 2 3 4 5 6 好 同學自己做記號 這六個朝代 合稱叫做六朝 那六朝的影響等一下馬上就出現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北方 好這個北方的話呢 則是在匈奴攻進中原之後 但匈奴並沒有能力統一整個北方 那跟著匈奴一起來的還有其他的外族 這個外族呢 合稱叫做五湖 那這個五湖我們可以稍微認識一下 好 分別有匈奴 鮮卑 好 再來是結 B 槍 那麼這五湖在北方成立了超過十六個國家 所以這個十六國其實算是一個虚數啦 好 好 那後來的鮮卑族把北方的十六國統一起來 建立了北魏 所以北魏就是鮮卑建立的 他是一個統一的時代 那麼這個家族姓拓拔 好 所以鮮卑的拓拔氏就建立了北魏 那麼北魏呢 我們本來的首都在平城這個地方 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 山西你自己去看一下位置好不好 就那個黃河核桃就是剛才那個近 好 就是山西的北方 在山西的北方一個叫平城的地方 但是為了加速漢化 好 所以他們就在北魏孝文帝的時候遷到了洛陽 OK 那這個北魏我們要念什麼呢 北魏我們要念漢化政策 等一下馬上就登場 好 但是我想請同學幫我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是鮮卑人你想漢化嗎 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 想就想不想就不想 好 那順便幫我想一下如果你想漢化原因是什麼 如果你不想漢化原因是什麼 好 當時的鮮卑人就是這樣 有人願意接受漢化 有人不願意接受漢化 所以後來北魏就分裂了 嗯 那就分裂成了東魏跟西魏 就是等於你把等於北魏這個國家就分成了兩塊 但是還是都國號都叫魏啦 好 就跟近分成西近東近 是一樣的概念 但是不是一樣的原因 這個原因是因為來 主要就是來自於漢化的影響 好 那東魏後來被竄了 好 嗯 建立了北旗 這朝代 滅得很快 你知道原因齁 這名字取得不好 那西魏呢 被北周所竄 那這 配合上南方的城 所以此時一共有三個國家 所以你們發現一剛開始的時候是三個 後來也是三個 對不對 那這三個呢就是北旗北周跟城 好 發展是這樣 北旗先被北周所竄 那北周再被外妻陽間所竄 欸 因為北周 他是 陽間是 北旗 喔對不起 北周禁帝就是最後的一個小皇帝 的外公啦 那小皇帝 呃 他叫禁帝 他很安靜 猜得出來為什麼嗎 他有自閉症 年紀又小 那他的 他的外公 心疼孫子啊 齁 小小年紀 承受了太多 你不該承受的 所以阿公就幫他治理國家啦 這樣子 懂齁 OK 所以外妻陽間 就竄了北周 就建了隋 就是那個科舉的那個隋朝 隋在下面就是躺 好 那隋朝建立起來之後 在南下滅城完成統一 嗯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都是北方 先合併 再把南方的給滅掉 那個魏蜀也是一樣 對不對 嗯好 那魏晉南北朝 什麼是南朝 南朝就是 等一下喔 好 南朝就是他們 送齊良成 所以為了區別之後 還會出現送為了區別之前 還有出現過齊 所以習慣上其實我們會講 南朝 南朝送 南朝起 南朝糧 南朝成 這樣子 好 那至於北朝的話 就是從北位開始 到東位西位 北齊北周 這是鮮卑人的時代 來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北朝 好不好 同學整理一下 因為這些朝代 它等一下統統都會出現 所以我覺得 與其 到了然後解釋一下 到了解釋一下 亂七八糟的不如我們直接先 把年代表處理一下 那 等一下 那個遇到朝代 你就直接自己看一下你的筆記 好不好 好 多久 我們在一起 看到 我們 說回來 我們 也可不可以 我們 不要 分別 我們 你們 我們 我們 看 我們 會 你 你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方政权 可是后来被赶到南方就变成了东径嘛 对不对 好 那他们势必一定都会面对到一个问题 就是跟游牧民族或草原民族之间的互动 所以我们说呢 北方啊 是民族融合 民族融合 好 那至于南方呢 他们的课题是什么 当北方人拨迁到了南方的时候 北方人跟南方人在很多习惯上面都不一样 最简单的比方 讲话的口音 吃的东西 那个端午节不是有 北部粽跟南部粽吗 还有我们中部粽 OK 我台中人 所以我们还有中部粽 就我们有小破块 好 那有人觉得北部粽好吃 有人觉得南部粽好吃 对不对 口味各不同 那比方说 就是我们常会讲说 好像南部的乡亲 比较喜欢吃甜食 有时候你知道台南高雄玩 那个手摇杯 明明就已经是 几乎选那个没有加什么糖 但是还是一样很甜 什么什么之类的 其实我本身也是蚂蚁啦 所以我是觉得还好 但是呢 就我有些不吃甜食的朋友 都觉得 哇 那个南部的饮料啊 甜点 都特别甜 然后都要喝很甜 就是习惯 这没什么 好 那有人觉得南部的乡亲 比较热情 北部就比较冷淡 你每天都在搭捷运 你每天都看陌生人 你是要跟谁嗨啦 对不对 总之呢 你会发现 南方人跟北方人 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 那同学 北方人跟南方人都是汉民族 所以他不需要民族融合 他是什么融合 文化融合 比方你想 以前南方只有水稻 现在北人下来了 北方的人来到南方了 他会想要吃面啊 那南方人会问他 面是什么 可以吃吗 还真的可以吃 对不对 所以北方人就会把 面粉可以做出来的食物 带到南方 像 囊 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面粉 然后里头可以 面粉然后烤饼 然后里头可以塞 有点像现在的口袋 饼里头可以塞一些料 那个北方的人都吃囊嘛 然后或者是说面 馒头 这些东西原料是不是面粉 那就带到了南方 那南方呢 就是水稻 然后我们就会利用水稻啦 还有一些南方才有什么 热带的水果 我们就会有一些特殊的 就是其实我们也算是南方人嘛 就是偏南方 如果只会以整个就是汉民族来讲 台湾的确比较偏南边嘛 所以我们是以水稻为主 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 芒果啦 这个北方已经吃不到嘛 对不对 还有一些什么荔枝啊 像那个杨贵妃 菲菲最爱的荔枝 就是产在岭南地区啊 那这个南北的饮食文化就交流 然后当然还有很多 比方像生活习惯啊 这些都是 所以北方是民族融合 南方是文化融合 同学要记得很重要 这会影响我们等一下的学习 好 好 那如果还没有写完的同学 就请你在自己找时间把它补起来了 好不好 好我们先继续看一下内容 好来 好 所以你看标题 北方是不是湖汉融合 就是民族融合 可以自己补充一下 好 好 在草原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中 以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的汉化政策 最为积极 加速了中原与草原文化的融合 好鲜卑 北魏汉化 来 好第一个 北魏孝文帝为了加速汉化 所以第一步迁都 从比较蛮荒 文化水准比较没有那么高的平城 那个平城那个地方真的在以前很荒凉 好 从平城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 迁到了洛阳 好 所以从平城到洛阳 北魏孝文帝迁都底部 好再来 一连串的汉化措施 进穿胡服改穿汉服 胡服跟汉服怎么分 胡服是交零左任 就是左边的衣服 就是以前人他们的衣服不是都是这样照上去吗 那有没有看过古装具 他们就会这样 这样子 有没有就是衣服会两片 那左边那一片盖在右边那一片上面 那叫交零左任 那如果右边盖在左边上面就叫交零右任 那我们就是会习惯穿上来之后 我们是不是会这样合起来 然后再绑一条带子 对不对 好 所以进穿胡服改穿汉服 还有像比方胡人他们要骑马打仗 所以他们的衣服通常比较短比较合身 可是你有看过中国那个古装具 那个裙子都超长 我每次都在想说 那个下雨过后 你裙子那么长 就算旁边有那个牵裙子的小童 或婢女工女帮你牵 那个还是会吸到水吧 那个每一件华服底下 全部都是吸那个雨水 想想都很可怕 那不会有寻麻疹吧 那个真的很恐怖耶 但就没关系啦 那个看连续剧的时候美就好嘛 对不对 好 语言的部分 近说胡语 也可以叫断北语 就是北方的语言 好 改说汉语 好 再来 现在姓是改用汉姓 比方呢 拓拔改成圆 像北魏孝文帝 他的名字本来叫拓拔红 他本来叫拓拔红 那他把拓拔改成圆 所以他就叫圆红 这样子就改名叫圆红 那个就是每次到这边就会 就是那个拓拔红是北魏孝文帝嘛 那他的祖先建立北魏的那一位 好 叫拓拔龟 就有人为家御字旁啦 土土龟 OK 那还好那个时候没有汉花 不然他就会从拓拔改成圆 他就会变成圆龟 OK 好 然后像拔拔就改成长孙 独孤 好不好 独孤 对就是听起来就是个侠客的姓氏 独孤改成流 然后 不六孤改路 好 之类的这样子 好 再来 通婚 这个中药 鼓励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通婚 这个当然就是结了婚之后 大家生活习惯就会互相影响嘛 对不对 所以也会加速文化交流 接下来呢 设立学校教授儒家经典 好 这些汉化措施不但维护了鲜卑贵族的优越地位 也使得胡汉之间的隔阂逐渐消除 加速胡汉文化的影响 二 在部分胡人君主推动汉化政策的同时 汉人的生活方式也受到胡人的影响 比方就是会那个吃羊肉啦 喝那个酪乳啊 就是用牛奶就是乳制品就对了啦 好 好 再来的话是南方 南方的话呢 诶同学我们直接先看到第二点 定都南京的六朝 吴东晋送齐良城 对不对 主要就是要讲这六个朝代 那这六个朝代呢 因为都定都在南京长江流域 所以显而易见的影响就是 他加速了中国南方还有长江流域的发展 好吗 好 知道结论之后呢 诶我们稍微返回去看一下背景 好 开发江南 南京的汉人在南方建立的新政权东晋 凭借着南方的资源和北方政权抗衡 南方带来充沛的人力和耕作技术 好 那后来就是东晋 他是从东晋开始讲了 但是其实东晋之前的孙武 以及东晋后面的四个朝代送齐良城 都对于开发江南非常的有贡献 那我想要请同学这个第三点 结果用力打个星星记号 增进长江流域的开发奠定日后 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难移的基础 为什么经济跟文化重心 后来会在南方 因为南方粮食充足 人口多 钱多 有钱才能读书 有钱你才能够画画搞艺术 对不对 如果你连一日三餐都没办法温饱 如果你三不五时就要面对北方草原民族的威胁 你还有那个闲情意志 在那边画画读书发展文教吗 OK同学可以想一下 所以南方的话就是因为六朝定都江南促进经济发展 好 好 当然有融合就会有冲突 第一点 目的统治者为了争夺资源 所以草原民族会对南方的农业民族发动战争 好那也有可能是南方会想要去征服北方 总之就是战争会加速文化融合 然后会促进语言跟文化都会各有发展 好 再来隋跟唐 隋跟唐 因为经过了魏晋南北朝这么长时期的发展 所以第一点我必须先讲的就是隋唐就是一个混血的王朝 可以理解吗 这个混血不只是草原跟农业民族 更是南方跟北方的融合也都有混在里头 不过我们比较强调的是湖汉融合 因为隋跟唐基础还是都在北方 隋跟唐是从刚才的那个北周发展出来的 好 那么因为长期融合的结果 像隋跟唐很多皇后都是鲜卑人 就独孤啊 那个电视上不是有连续剧不是有在演那个独孤天下 跟那个独孤皇后吗 就是对 好就是那个家族好不好 那因为通婚还有长期往来的结果 后来北周就是成功的将胡人跟汉人的政权 结合在一起的时代 那么这个北周他的墙就是奠基在湖汉融合 所以隋跟唐自然就不会对胡人 就是设一个界限 因为他们自己的老婆他的妈妈其实就都是胡人 那有什么好处 汉人有汉人的优点 胡人一定有胡人的优点 胡人很会骑马打仗 对不对 体格好 那汉人的话呢文化水准高 大家都然后农耕技术等等的 那在这两个民族融合之下 这个隋跟唐的强盛就是不言而喻 那么也因此唐朝啊对于胡人是不排斥的 中国前面有很多朝代会刻意性的去打压排斥胡人 这个也是胡汉发生冲突的原因 因为汉人觉得受到歧视 可是唐朝最大的特点就在这里 平等而开放的民族观 好同学帮我打个星星机好 那我补充一句 就是专门用来形容唐朝这一种平等而开放民族观 他叫做兼容并序 吴汉融合兼容并序 唐朝不排外 甚至呢对胡人开放很多的机会 胡人还可以当官 好随唐时期皇室多具有胡人协同 因此唐朝前期的政府与人民主要是前期 好 因为唐朝中期发生了一件事情叫安史之乱 那这个安禄山跟史思宁都是胡人 但他们都是唐朝的节度使 也就是唐朝的军人 换句话说 好今天我让你可以在唐朝当兵 但是你却凭借着你的军权 想要夺取中原的政权 那在安史之乱后 唐代的汉人对于胡人的界限就提高了 好 因此唐朝前期的政府与人民 对外族采取平等开放的态度 好再来第二个 随唐政权建立时突厥 突厥就是后来的土耳其 好同学有听过土耳其这个国家吗 就是Turkey的T要大邪啦 好 那这个突厥成为北方草原地区 新兴的强大势力 匈奴已经没落了 然后突厥化了 因为突厥一强大之后也是一样嘛 这个草原民族之间会尽情融合 所以已经没有人在care匈奴了 好到了隋唐外患就变成了突厥 好唐太宗 第一个唐太宗知人善认 容纳执鉴就是你可以给他很多的建议 好的坏的 好尤其是就是有时候有一些建议啊 听了会比较刺耳对不对 然后皇帝呢就比较不能够接受 但是唐太宗他最被传为美坛就是 他对于这些境界 哪怕是让他很丢脸的好 哪怕是直指他的缺点的 他都能够虚心的去接受去听你说 那么也就是他这样的态度 会让他身边的很多大臣都愿意跟他说真话 给他很多的建议 然后他自己也就不断的去改正 所以呢我们都会说在唐太宗的时候 军臣共同创造了贞观圣事好就贞观之志 贞观是唐太宗的年号 好再来第二个 唐太宗对内发展出了大唐圣事贞观之志 对外呢他击败了当时中国北方草原上面最强大的一支 就是东图绝图绝后来分东跟西好那这支东图绝很猛 当时好多人怕他就像汉代的那个匈奴一样 但这个唐太宗呢把东图绝给灭了 身为大政西北其他各族的军长突然发现 哎呀东图绝nothing原来唐朝这个唐太宗才是逆海 所以他们就像唐太宗献上了天克汗的尊号 克汗是突厥跟草原民族首领的尊称 那天克汗顾名思义就是天下的克汗 就是king of the 克汗最大的克汗这样 好唐朝成为雄聚东亚的大帝国 使得许多外族来到中国经商留学和传教 甚至担任政府的官员 中学方我画这个 这个就是唐朝的特征 好接下来是唐高宗的时候 他是进一步的把西图绝给赶走了这样子 那这个西图绝就转而跑到也是一样西亚地区 就跟匈奴的那个移动路线是一样的 只是图绝后来因为到了西亚 接触到了伊斯兰信仰就是接触到阿拉伯人 所以他们后来就改姓伊斯兰 那突厥也就是土耳其 后来也曾经在世界上创立过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 一样西洋史我们再来说 好西汉跟东汉的比较 第一个西汉前东汉后 然后西汉的建立者是汉高祖刘邦 东汉的话是光武帝刘秀 他就是当时流落在外的王子 那西汉的话就是长安 东汉是洛阳 那西汉被外戚亡盲所窜 那东汉是亡于曹丕 好秦始皇跟汉武帝的比较 秦始皇确立皇帝制度 确立中央集权均献制 然后开始编户齐名对不对 好然后汉武帝的话呢 举校联盐铁酒专卖 他为什么要设专卖 就是为了要为国家挣钱 那有了这个收入之后 就可以去打修奴 还有可以做很多事情 好然后创立年号 好什么是年号 年号就是皇帝 这样讲好了 一个皇帝可以有很多个年号 因为皇帝每年想要做的事情 都不一样 好比方说今天我想要去打游牧民族 可能皇帝就会今年为自己创立一个年号 那这个年号可能里头就会有狩猎这个字 这样子 好比方太寿 太寿正好 比方就是就是通常 反正只要出现这个字了 好就是皇帝那一年可能有要打仗 好他有计划性的 那像汉武帝他创立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年号 就叫建元 这以前会考基策的时候都有考过 好就是第一个年号 那在古时候一个皇帝可以有好几个年号 那但是后来从明朝开始的时候 一个皇帝就只能够有一个年号 同学有听过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志 光绪 对不对 这个其实都不是他们的本名 这个都是他们的年号 这样子 好 好 再来秦始皇 对外发展 连接燕造秦三个国家的长城 然后防御匈奴 那至于汉武帝的话 则是派张迁通袭域然后讨伐匈奴 好秦始皇是法家统一文物 然后汉武帝霸出百家独尊儒术 然后社太学 秦始皇影响中国成为中央集权的国家 汉武帝最大的影响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学术主流 好再来是对外关系经过秦汉两代的经营帝国版图大增 中国历代疆域基础大致上就奠定下来了 好 讨论一下匈奴的部分 第一个 匈奴在战国时期崛起成为各国的外患 所以各国开始逐长城 记得要从战国开始 到了秦 秦朝连接燕造秦三国的长城作为防御县 然后秦也有派兵征伐匈奴 西汉初期因国力不夫随多采和亲政策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呢 则积极派魏卿跟霍去并北伐匈奴 魏卿跟霍去并都是外妻啊 好 再来东汉 匈奴分裂成南北 东汉中期 东汉和地的时候再派斗县他也是外妻 他们都是皇后的兄弟 然后斗县呢对匈奴用兵 南匈奴详汉移去中国边境 北匈奴的话西迁 然后我们刚刚讲了 他们是威胁到欧洲的日耳曼人 他就是欧洲的草原民族 然后这日耳曼人的无处可去 所以就往南迁徙 所以就造成民族大迁徙 然后还威胁到了那个罗马帝国 灭了西罗马 好再来是张千通西域 汉代其实有两次拓展中西交通 第一次是西汉张千初始西域 第二次是东汉的班超经营西域 好张千这两位都是成功的外交官 那张千是西汉五帝 班超是东汉明帝 就是他不是像张千都是在五帝的时候 但是班超他经营西域的时间比较久 河帝明帝一路下去都有 好张千两次初始位联合大肉之汉乌孙夹吉匈奴 试图断匈奴幼弊 但都失败 那张千的话呢 呃 虽然失败但打出思路嘛 走出思路嘛 那班超的话呢 经营上面就比较成功 嗯因为他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 好 这个是张千通西域 然后还有那个纪念的雕像 班超头笔从容 班超的哥哥啊 就是班固 班固是中国非常有名的史家 就是写历史的 哦 对写汉书 好 那班固 应该说他们家其实都是史官 都是文人出身 啊这个班超呢 他年轻的时候是在官府里抄书的 因为以前没有影印 没有那个印刷术 所以他们都要在官府里面抄书 那他有一天就抄到了张千的故事 就觉得说 哇你看他好伟大 他 他很很就是有这么大的牺牲 然后他做了这么多的努力 然后改变了国家等等的 他就觉得说 那我坐在这里抄书 就是个工具人 好没有意义哦 他也想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 所以呢 他就决定了 啊老子不干啊 投笔 不然抄书的嘛 把笔扔了 重容 就去重军了 就开始去金银西域了 就开始就是 嗯 总之就是从文人 然后慢慢的走向动感路线就对了啦 好 那这个是班超 这个左边这张图很明显的美化很多 这个 这两张比较像 这个 美化的功能在 嗯 我批图啊 好 好张献通西域我们来看一下 成就与影响 第二打通思路 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这个很重要 西域的宗教 音乐艺术绘画杂技食物 嗯 宗教就是佛教 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嘛 食物的话像葡萄 都因此传入中国 木树就是那个木树芽 你们吃那种 营养就是 嗯 那个叫什么生 呃 青石啊 就是那个沙拉啊 不是都会有白白细细的那个吗 长得有点像 豆芽菜 但他比豆芽还细 那个就是木树 好 班超则是 降服西域五十多个国家 进一步拓展中西交通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班超其实教材比较就是 基本上都拿掉了 就是张迁还留着啦 好 所以班超就算补充好不好 那么看一下思路的路线 而且从长安经敦煌经西域到大秦 嗯 传出当然是丝绸 传进来就是佛教 葡萄 胡瓜 木树和这些这些食物 好 那因为 张迁的这一次的行动 前五古人 后有来者 但前五古人 所以历史上称他叫凿空 好 这个是张迁的那个路线图 他从长安出发 经河西走廊 这个地方就是河西走廊 好 然后再一路往西走 经过了乌孙 有没有 就是他第二次去连的乌孙 像还有经过龟姿要念囚词 然后我们就一路走大渊 产那个汉血宝马 有没有 然后来到这里大肉汁 然后安息 安息就是波斯 所以他们已经到了西亚 到了伊朗 那离海 咸海 这里就是中亚 这样 OK 好丝绸 古罗马壁画里面啊 穿丝绸的都是女神 这代表着 丝绸这个东西 在当时 不是一般人 所能够取得的 好 只有上神皇帝 好 这样才能够穿丝绸 罗马人迷恋从安息大肉汁 购得的中国丝绸 安息就是波斯 大肉汁贵双就是在 后来的大肉汁进入印度 建立了印度的一个朝代 叫做贵双王朝 这样好 好 那么 丝绸曾经有一磅十二两黄金的天价 Oh my god 那 中国丝绸便随着丝路传过中亚流入西方 就是鲁马 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带大家认识一下草原民族跟农业民族在各方面发展的不同 好不好 好来第一个草原民族跟农业民族的分界当然就是长城 所以一个在长城以北一个在长城以南 那么长城以北天气太冷不适合农耕 因此草原民族当然就是以畜牧为主主水草而居 而南方的话是才定居以农业为主 但农业当然比较有利于生存啊 对不对每天都要吃饭啊 好 那而且你知道农业这个东西啊你只要有种他就有长嘛 可是畜牧天气一冷动物都死光光 然后你平常还要喂还要照顾对不对 那还要怕走失还要怕他生病 你投入的成本很高那你也不可能 你不可能把他给杀了然后把他给吃了 因为如果你把他给杀了那就没有办法传宗接代 所以像比方母牛母羊对不对 这个都要特别的呵护啊 他他才有办法再帮你继续生小羊啊 你才能够就是维持生存 所以其实北方生活真的比较不容易啊 好那草原民族以部落为主 部落首长通常也是军事首长 他们因为都是采部落联盟你知道环境不好 人口就不多所以他们很难 再加上他们没有农业对不对 所以他们很难发展出国家 这么一个大规模的形态 所以北方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部落 然后部落的人口当然比较少 而且比较方便他们迁徙跟移动 好至于农业民族则建立国家 中央政府拥有较大的权力 采取中央集权 好草原民族因物产不足 除了透过贸易也会掠夺农业地区 以取得生活所需的资源 其实如果可以不要打仗没有人想打仗 因为你打仗一定会有人因此而失去性命 对那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常常会觉得 草原民族都会去打农业民族 其实有很多时候是因为农业民族不愿意 不愿意与草原民族往来甚至连做贸易都不肯 那草原民族他为了获得粮食为了获得他所需 他就只好跟农业民族打起来 所以身为农业民族在观念上会觉得说 你凭什么一天到晚来掠夺 但是像草原民族他的观念就是他会认为 其实这个就是一种互相交换合作 但因为农业民族又建立了强大 中央集权的国家再加上因为物资比较充足 所以往往在一刚开始或者是特定朝代 比方像什么唐朝这种的 否则其实汉人对于游牧民族是比较排斥 而且有时候那种文化中心本位 就会觉得人家都是比较落后 比较蛮荒等等的 其实这个是比较不好的观念 那所以就是为什么会用掠夺这样来形容 其实绝大部分就是说实在都是为了生存 农业民族 采取族长城和亲武力征伐的方式 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 不过当然也有一些游牧民族 他就纯粹就是想掠夺嘛 想要取得南方的地区也是有啦 你看嘛 因为有中国某些比较弱的朝代 就会发生这个现象 好 再来的话农业民族的生活方式重视立法 为什么 因为要农耕 好 黄河 河不见 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等地区 居民多以农业为主 农业社会呢 因为他要知道农作物什么时候可以收成 然后什么时候可以播种等等的 因此时间点就很重要 所以立法如果有偏差 种的时间不对 就容易会造成欠收或者是大饥荒 所以中国古代会把立法当作第一要务 好 再来 每当改朝换代 就会需要更新立法 以象征统治的正当性 就是因为我们说过 皇帝是乘着天命而来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皇帝他如果能够掌握立法 就代表他掌握了 就是他掌握了天命 他就掌握了立法 那如果他在同事期间呢 老百姓都封衣足使的 大家就会觉得 他是一个很伟大的领导人 那其实说真的要怎么样拿达到封衣足使 你是不是要对于立法的掌握要很准确 所以中国的立朝各代 无不努力的去编修校正立法 就是希望他能够更准确 好 好 再来是游牧民族竹水草而居序目 那他们就会有地盘的概念 因为他们的草就是给动物吃 就是动物的粮食 然后外来者他们常打仗 外来的其他部落的入侵等等 所以他们就会比较有地盘的观念 这是属于我的这样 好 那草场会被划分属于特定的部落 然后竹水草而居这样 他们是季节性的迁徙 但是通常会按照仙人的习惯 就是大概都会迁徙某几个地点 有时候他们会固定的五六个四五个移动的固定的地方 只是你不知道他这个季节会在哪里 所以你会觉得他好像居无定所神出鬼没 但是其实只有他们 尤其是他们的领袖才会知道 接下来我要去哪里 这个都是由他们自己的一套逻辑 甚至有的时候是为了安全 他不能让你知道他在哪里啊 不然如果你要打他的话 你不就很容易知道他的位置 他的安全性就比较低 所以他们固定迁徙也有 就是固定迁徙在某些地方也是有原因的 但不会乱迁徙 因为乱迁徙也不安全 你怎么知道随随便又不小心 会不会踩到人家的地盘 好 好那也是文化交流 漢代史中国对思路的探险转为积极 中西商业贸易往来频繁 游牧民族大量进入中国 好传出中国的丝绸经由贸易传入欧洲 那外国传进来的东西就是湖床 有一点像是躺椅啦 跟现在的椅子相同点在于有四个脚 然后是高的是离开地面的 但是通常这一种湖床是可以坐或者是握 这样那后来慢慢的演变就是椅子就出现了 所以这个湖床就是椅子的前身 好然后琵琶 好那个乐器 好那佛教音乐绘画杂技 好这些都是从西方传进来的 这个这两个特别注意好不好 好饮食 黄河流域是小米跟小麦 传统是小米 小麦的话是商朝才传进中国 好至于长江流域的话 则是以稻米为主食 然后更北方的这都汉人嘛对不对 更北方的游牧民族就是吃肉 然后奶鲜奶 好交流的影响 游牧民族开始会喝茶 只是他们会把茶加在奶里头 所以游牧民族会喝奶茶 很潮喔 好茶叶啊茶树原本产于中国的西南地区 他是中国原产的 那像台湾的茶叶就是在清朝的时候 清岭后期有英国商人把中国的茶种 带来了台湾 结果发现台湾是另外一个更适合产茶的地方 所以茶就在台湾发展起来了 好汉代以后饮茶风气逐渐普及 成为中国常见的饮品 茶叶成为游牧民族与中国交易的重要商品 像有时候 游牧民族他们吃的东西比较单 就是比较单调就那么几样 然后蔬菜水果多少 他们会需要一些维生素 那这个维生素呢 他们可以透过茶 像我们知道茶其实有很多 它的营养成分啊 什么什么绿茶 什么什么耳茶素啊 保持青春活力有没有 好养颜美容之类的 那其实说出来那个就是 就是维生素就是 对就我们现在会吃维他命嘛 我们现在喝茶是每天都可以做到 但就是在游牧民族的生活环境 要取的这些营养是不容易的 所以他们就会透过茶来取代 来想办法补足 可是因为茶很贵 所以他们就把茶加在奶里头 所以奶茶就这样出现 好 再来 茶叶跟 因为游牧民族与中国常常会贸易茶 所以就出现那个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主要就是在今天的那个 云南那个地方啦 好 会接到西藏 那清藏高原地区就有这个茶马古道 好 小麦 原生于西啊 商代传入 所以小麦不是中国原生的那个作物 好 胡饼 就是小麦磨成粉 饼 OK 从新疆传进来 所以改变了农耕民族原有的饮食心态 服装 中国汉人都喜欢穿宽袍大袖的衣服 就都是长这样的那种 有没有看过 这样子 袖子都很巨大 然后裙子很长 然后袖子要很长很大这样子 这是 看起来很隆重啦 对不对 就靠 好 当然一般的老百姓不可能穿这些东西 就原则上都是王冠贵族会穿 但是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 就会产生一种自然而然很庄严的那种感觉 那它也是意味着服装这种东西 其实也是意味着一种权力的象征嘛 对不对 好 男女有别 材料是马蝉木棉 那游牧民族是锦绣 好 然后长裤不穿裙 那个中国的男子 你去看古装剧 男生其实也都是穿裙子比较多 对不对 好 然后皮靴 为了方便骑马 你骑个马 你穿这种衣服 裙子那么长 然后裙子在地上脱 然后马在跑 然后踩到了你的裙子 你就下去了 有没有 就变成马下冤魂 好 交流的结果 丝绸 由蝉丝之城 外销主要商品 周边民族也学习采用 胡服 游牧民族的服装 后来传近黄和流域被称为胡服 五世纪中期 就魏晶南北朝 鲜卑政权北魏统一中国北方 在孝文帝时推动汉化政策 曾要求胡人进穿胡服 改穿汉服 好 阶级 中国古代的饮食服装 往往反映社会阶级差异 好 比方 贵族享受肉食的机会比平民高 当然因为南方土地面积有限 绝大部分的土地都拿来农耕 那你哪有那么大的空间 去养那些牛马羊的 所以 有时候某些政权 就会透过跟游牧民族交换 这其实是一种很聪明的方法 对不对 好 好 服装的部分 好 第一个会有成年礼 中国礼仪 男子行冠礼 好 女子是姬礼 就是吉姬之年 就是发簪 十五岁有没有 吉姬之年 好 那 如果头发 对已经束发插簪的年龄 到了时候就可以婚嫁了 好 古代最早只有贵族实施 平民没有 那衣着平民为了方便活动跟劳作 所以袖子 衣服都会比贵族来的短 就是他要农耕 他为什么要穿那么长的裙子 去吸泥土的水呢 是不是 然后你要农耕 袖子那么长 他每天在那边挥那个袖子 傻傻的 对不对 好 以上是农业民族跟草原民族 那在接下来的部分 我们要提到的是各个民族文化交流的影响 好 从商周到隋唐时期 中国与周边各民族文化交流密切 尤其是隋唐时期 生活习俗互相影响其中包含了宗教艺术与日常生活起居等方面 好 第一个佛教 因为这个章节 我先说一下 这个段落跟下一个段落都会有佛教 但这个段落的佛教我只稍微提一下 因为这个段落我们要把重点测重测重在外来文化 那佛教是外来的毫无疑问 但是呢在下一个章节要讨论的是中国的宗教理俗 但中国除了佛教之外还有原出现原创立于本土的道教 所以这个章节我们先简单的提一下佛教 然后到了下一个章节 我们会再进行更深入的佛教介绍 然后把佛教跟道教去进行比较 好 佛教呢 它是在汉代的时候传进中国的 那佛教的起源地在天竺 这要请同学画起来 天竺就是今天的印度 所以天竺这个名称就是古印度 好 那大概在西元西汉末年喔 大概在西元一世纪的时候传进中国 佛教创于西元前六世纪 然后在西元一世纪的时候传进来 那基督教就是创立于西元一世纪 所以西元一世纪也是一个对宗教很重要的年的世纪 好 好 那佛教刚刚传进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佛教来自于印度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同学听得懂古印度文吗 不要古印度文 现在印度人讲的话 你听得懂吗 不要讲印度人了 有些英语都听不懂了 对不对 这是很自然的啊 那个就是他国语言啊 那印度是 那佛教是从印度发展出来的 所以早期所有的 你可以读得到的像佛经 其实佛陀还在的时候是没有佛经这个东西 也是因为后来为了传教开始出现佛经 但是佛经一定是用梵文 就是古时候古的印度文写下来的 那你都看不懂 所以这个佛经摆在你面前 他能够改变你的思考 他能够提升你的心灵 他能够为你寻求一个 就是心理的平静 或者是人生问题的解答吗 当然不行啊 那么你在彷徨无助的时候 然后突然有一个高僧跟你说 哎呀不要彷徨 你彷徨的时候你就念 那你就会想说 哎 要干嘛 念了之后 然后呢 你烦恼还是在啊 对不对 佛法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会提供你想法跟价值观 其实所有宗教都是这样嘛 他就是给你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也许不是直接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他就是给你一个理念 给你一个理想 当你彷徨的时候 他会给你一个指引 所以最重要的是 你要懂那个佛法啊 那 就你看这些东西你都不懂 你怎么样受到佛法的感召 很难 所以佛教当时刚传进中国的时候 就是异族宗教 根本没有人 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在干嘛 所以信仰的人 当然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后来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因为社会动荡不安 所以大家会开始去接触宗教 希望可以透过宗教寻求心灵上的安全感 那再来第二个很重要就是 开始有佛经的翻译 好 然后 然后有皇帝深受佛法感召 所以提倡佛法 就是我们刚刚有写过的 那个南朝的梁武帝 当然北朝跟南朝都有皇帝好佛 都有 像北魏孝文帝受到他阿嬷的影响 他也好佛 好 所以呢 到了魏晋南北朝 佛教开始变得很苍盛 原因是第一个 A 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平凡 社会动荡 人民饱受战乱之苦 宗教成为精神寄托 再来 B 统治者的提倡 南朝梁武帝 菩萨皇帝 第三个其实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佛经的翻译 好 基于这三点 到了魏晋南北朝佛教 哇 非常的popular 好的 再来到了唐朝 到达了鼎盛 甚至呢 我想要请同学注意一下这三个字 你帮我圈起来好不好 叫做 中国话 好 什么叫做中国话 简单的讲就是 出现属于中国的佛教派别 佛教因为他是从印度来的 所以他一刚开始 一定是比较符合印度人 他们的一些想法啦 生活习惯 那到了中国之后 会产生什么样的冲突 最简单的例子 他们的冲突点有很多 最简单你们最好理解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出家 你出家 你剃度 你当了和尚 好 你知道 接下来他们就是六亲不认 嗯 他见到 他如果出家真的为 就是比方当和尚为僧 那他见到他的父母亲 也不能够称父母 嗯 然后这个就是 你说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这样做 好 好冲突喔 嗯好 这样好像是不是不大道德 你父母把你养那么大 然后你怎么可以出家之后呢 就不认你的父母 看到你的父母 只能叫他居室 就是这样子 就是好像很疏远 真的太残忍了 好同学你为什么会觉得残忍 因为中华文化其中有个内涵就是孝道啊 所以出家不认父母 你会觉得不孝 可是我问你 印度有提倡孝道吗 没有啊 你看西方世界 他们有很多人就是儿女长大之后就离家 他也不回家的啊 因为西方讲求个人主义啊 甚至会有一些老父老母还希望你不要回来 那 回来麻烦啊 但是有些关系 关系比较好的可能就是会一起住啊 但是他们也不会说 就是你一定要照顾你父母的一日三餐嘛 他们就是有点像跟老父老母之间的关系 就是有点像朋友这样 这个就是不同社会不同的价值观 好回到中国 那因为中国很讲求孝道 好所以现在如果你想要就是 你想要出家 你想要更深入的进入这个佛法的世界 那难道你就要成为一个不忠不孝不义之人吗 对不对 好那所以这佛教在中国还用玩吗 玩不下去啦 因为他跟传统中国很多的道德价值观 是不一致的嘛 这个不行吧 对不对 所以呢 后来到了唐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一些宗派 那他们会结合中国的思想 比方说你如果真的希望能够在将来去到西方极乐净土 你不一定要出家吃灾念佛 你可以在家修行 想说哇还有这种 对所以像在今天东南亚地区是没有这样的观念的 他们就是你要更接触佛法 你就是出家 他们没有那种什么在家修行这件事情 所以到了唐代 这就是什么叫做佛教中国化 就是佛教开始发展出一些宗派 是既能够保持佛教 就是应该说既能够在宗教的发展之上 又能够兼顾中国的传统风俗习惯跟思想 所以就是中国特有的 所以就叫做中国化的佛教 好 那再来第 这个佛教比较有名的是禅宗啦 禅宗就是讲求顿悟 还有一个净土宗我们后面讲 好 那再来另外一个在唐代 为什么佛教达于鼎盛的关键就是他 玄奘 你认识他吗 你应该认识他 他长得很帅 是个鲜肉 好 骑着一匹白马 养着一只猴子 一只猪 还有一只河童 对吧 唐三藏 西游记 那个唐三藏的原型就是他 玄奘 OK 好 那这个玄奘在西元七世纪前期 七世纪是唐朝 前往印度取经 回国后致力于翻译佛经 所以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深具意义 当然翻译佛经不是只有玄奘啊 还有很多的高僧 只是因为他知名度最高 然后再加上他的确就是翻译的也特别多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还是会跟 在教材里面都还是会介绍到玄奘这样子 好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外来文化输入在艺术方面的影响 第一个西域的绘画雕刻 建筑艺术也随着佛教的兴盛而传入中国 对中国的绘画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 你就是说中国开始出现佛教艺术 好第二个中国境内佛寺遍及南北 与佛教有关的各式建筑和石窟艺术也大放异彩 那这个同学就是这四大石窟很重要 但是我们不用四个兜背同学知道 这样讲这个是北魏夏文帝时期的 龙门云岗好 然后敦煌的莫高窟是旅游圣地 这三个知名度都比较高 那这个甘肃的麦基山没听过就算了 好尤其是那个龙门跟莫高窟这两个 其实云岗真的也很有名了 好不好 好就认识一下好 石窟长这样 这个是洛阳龙门的 那他们就是直接在那个山洞的山壁上面遭佛像 好 这个也是好 然后这是大同云岗 好 有没有也是一样直接在山壁 就遭石窟 然后里头走进去就是佛像 好这个是敦煌的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其实最有名的是他们的那个壁画 有那个敦煌飞天 这个是麦基山的 好 再来日常生活起居自魏晋南北朝时起 因汉族与草原民族交流频繁 胡石胡福胡床胡武 那个胡武啊 就是有一种武叫胡玄武 就是一直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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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一直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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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们都不会晕很厉害 你有没有发现西亚地区的人跳舞也是一样 他们都会一直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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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都不会晕一样 对 就这个地方很流行 你这种舞步 OK 好再来第二个 外祖为唐帝国带来西域等国的饮食服装乐舞与伊斯兰宗教信仰 这个先画一下吧 那个回教伊斯兰教 他是在唐朝的时候传进中国的 唐朝啊真的是一个充满异国风情的地方 那个工商时间一下 这个基于私心 因为第一个我呢很爱看古装剧 第二个我呢很喜欢看历史剧 我这想当然了 就是历史老师 所以就很爱看古装 然后很爱看历史剧 那跟历史有题材 不限于古装 其实我也很爱 所以古装历史我都很爱 那我另外一个就是 我很喜欢看侦探剧 就破案的 鬼片我都没有特别喜欢 就是偶尔被吓一下还可以 爱情电影 我非常少看 就是 他的谈恋爱好像都搞得很崎岖这样子 就 好像人生其实没必要那么困扰 好 开开心心就好 所以我对这种 爱情片都比较没兴趣 但是只要是那种什么侦探啊破案啊 或者是法庭法院的那种 我都特别爱看这样好 那就我之前就很喜欢看那种 反正就是这种的小说我也就是 偶尔我小说真的很少看 但是这种题材的我就非常喜欢 那去年还是前年吧 那个中国有一部连续剧 它就是结合古装历史跟办案 然后 为什么我会推荐它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它里头的历史考究 我们没有办法要求它100%还原 但是还原的程度越高当然越好 比方你看个古装剧 我刚跟你讲了 汉潮然后大家坐椅子之类的 有没有佛桌上面摆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 火龙果那种的有没有 这种就不要看了 对不对 就不考不讲究嘛 那那个我前 应该真的是去年还是前年吧 就有一部很红的连续剧 叫长安12时辰 它就是办案的 那它的内容我就不多介绍了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啊 这一部连续剧它里头 还原了很多唐朝的景象 然后 就是就像我讲的 不可能100%还原 但是就是尽量做到 所以如果同学有机会 转电视转到 或者是你刚好有机会 可以看的话 你会从那部连续剧里头 很明显的去感受到 唐朝这种充满异国风情的多元风貌 然后还有他们当时在那个 他的那个背景是唐玄宗 就是安史之乱快要爆发的时候 那么你也可以看到那个当时 就是胡汉之间那种 或者是说整个社会看起来 好像是天下太平 可是事实上问题已经快要爆发 有那一种一触即发的紧张感 然后里头再来就是比方说 有提到最早传入中国的那个基督教 就是警教 当时是波斯人传进来 所以又叫波斯教 这些他都有演出来 然后唐朝的古装连续剧电影 我看很多 但是这一部算是还原度最高的 所以如果同学对于唐朝有幻想 你想要去感受那个 不论是街景 还是唐朝人的那个 言行举止等等各方面 其实就是这是一部 算是很不错的作品 这样子 那更不用讲 他当然他那个办案的过程 有些东西是虚构的啦 因为他是就是 不是在讲一个史实这样 但是就是也可以满足像我这种侦探迷 他我的个人的爱好 好 那这个是那个日常生活的部分 好 再来 唐朝人喜欢喝葡萄酒 葡萄酒甜甜的啊 然后跳狐旋舞 穿短衣窄袖的狐服 妇女喜欢画胡装跟就是打扮的很有胡人风情 这个在内部连续剧里头 戏剧里面也都有展现出来 那什么是胡装 就是这种 好 第一个 胡服 你有看到为了骑马打仗 袖子是窄的 裤子是比较合身的 然后会穿马靴 对不对 那再来就是唐朝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时代 所以会发现唐朝的女生 穿低胸薄纱很常见 像最右边 把头弄很大颗有没有 然后化这个妆 你们看到那个迷霾 那个眉毛有没有 有没有眉毛就这样 然后中间会贴那个 就是花黄 就在额头这个地方 那他是穿那个到胸口的抹胸 到胸口 那旁边就披薄纱 真的穿很少 有些还更低胸 我看到 然后唐朝的时候很流行啊 就是裙子或衣服都会在胸口这个地方打结 这个就影响了后来的韩服 韩潮 韩国的服装韩服和服 都有受那个汉朝衣服的影响 像那个韩服不是有个解答在这边 当然那个还要再继续演变下去啦 不是直接影响 但是就是慢慢的演变下去这样 好 这个就是胡装啊 都化成这样啊 唐朝喜欢风雨的女性 所以就大家都吃了胖胖的 脸颊肉大大的 脸颊肉大大的 画两个大腮红 漂亮 OK 然后眉毛都比粗的 好 你看这个眉毛 这个眉毛 你现在如果画这个妆出去 好 你一定会上爆料公社 真的 好 再来 中华文化外传 好 这个中华文化外传 主要是以中国为中心 那外传到周围的几个国家 形成了东亚文化圈 那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反过来定义一下东亚文化圈 好 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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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 我可以用面子做的 在这个方法 我可以用面子做的 但是我想做的 就像我一样 我可以用面子吃 这是一个方法 我可以用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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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好 唐朝他的对外关系简单的 就是国中有学到的是这几个对象 那当然像前面我们讲过的东图诀 他就在这边 西图诀在这边 OK 那这个因为他不算是中华文化外传的对象 所以我们不讨论 那么在大唐的右边 有几个当时比较小的国家 比方像刚开始发展的日本 这时候的日本刚刚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不久 所以就是它是一个文化正在发展的时代 所以日本呢 从隋朝开始一直到唐朝 会不断的派浅唐使浅随使学问僧来到中国学习 那再来的话呢是 辛罗 那辛罗是朝鲜半岛上 就是今天韩国当时是分成了三个国家 百计辛罗高购力 那这个辛罗就是其中的一个 所以这个辛罗没有办法完全跟现在的韩国画上等号 他就是当时韩国的三分之一 那么辛罗呢 非常潜心于唐朝的文化 然后非常用力大力的学习 汉化程度很高 因此被称为叫君子国 所以他在今天的朝鲜半岛上 好 那再来的话是安南也就是越南 那么同学现在在黑板上看到的这三个国家 就是最标准的东亚文化圈 那么因为在高中教材里头 他会分成东亚文化圈跟外患来讨论 那外患呢 就是外患跟东亚文化圈最大的差别就是 你看像辛罗或是日本或者是越南 其实在当时是来学习中华文化的 他们派使者派学问僧 僧人就是和尚来到唐朝学习 但是他 他们并没有与中国交战 没有骚扰中国的边境 没有让唐朝很头痛 好 所以在分类上其实吐蕃 吐蕃就是西藏 好 念吐蕃 这个吐蕃 严格上来讲跟东亚文化圈的定义会有一点不同 但是因为国中教材会尽可能的 把它简化的你比较好理解 所以他们会通通写在一起 不过这个到了高中 历史他就会变成比较偏向于讨入外患 因为这个吐蕃在一刚开始的时候 唐太宗有派文臣公主去和亲 那那个是唐朝跟吐蕃一个非常友好的时代 但文臣公主他 他会过世啊 对不对 那你怎么知道文臣公主之后的吐蕃这个地区 都还是能够与唐朝保持很好的关系 那万一他们就是有首领想要发展想要扩张 是不是就容易会跟中国跟唐朝产生冲突 那这是事实啊 因为后来他们还会联络附近的一些其他政权 对中国不断的骚扰 然后吐蕃就在今天的青藏高原 所以他往上走 他只要往上走就会进入思路 红色这一条就是思路 他往上走他就可以去干预思路发展 所以这个吐蕃严格上讲起来 算不上东亚文化圈 那这个只是让你知道 但考试的时候他可能会问你说 中华文化唐朝文化对哪些地区有影响 你就新罗日本 安南 越南 吐蕃 通通都可以选好不好 好 再来 另外一个是大使 对对对 还有一个就是 他都讲东亚了 这个吐蕃在中国的西南部 就是西藏在西南部 对东亚国家值的当然是这些 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我跟大家提一下 那在唐朝的中后期开始 阿拉伯帝国崛起了 好 就是唐玄宗的时候 这个阿拉伯帝国势力非常的庞大 那他们往左往右往下 四面发展 当时的阿拉伯已经 大到横跨欧亚非三洲 那这个阿拉伯当然会想要 然后就是把自己的势力范围 扩展到斯陆 那么唐朝呢就跟阿拉伯帝国在斯陆上的 达罗斯这个地方 好 就是今天那个乌兹别克这个国家的首都 比如撒马尔汗这个地区 就是这个地方发生了很有名的 达罗斯之役 这场战争唐朝输给了阿拉伯 所以我们前面是不是有讲到天克汗 这个天克汗这样的霸气的名称 就是这样的权力的结束 就是在达罗斯之役 所以天克汗就是从唐灭东突厥 到达罗斯之役 那这个达罗斯之役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有唐君是造纸将 那他在达罗斯之役的时候被阿拉伯人给掳走了 那么这个造纸术也就因此透过阿拉伯人学习 然后传到了西方世界 那同学可以在那个 因为这一段刚好是一整面的内容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们可以在旁边有空白的地方 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这样就是有相对位置你会比较好念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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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这一位 孝德天皇 他在下一页才会出现 你先看一下他 他叫孝德天皇 好 孝德天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他推动了大化革新 西元七元七世纪 西元七世纪日本孝德天皇 以唐代的律令跟制度为蓝本 展开唐化运动 我们在前一个章节 我们学到唐朝有很多的 其实每个朝代都有一样嘛 有很多的政治制度 有 比方我们学了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我们还学什么 赴税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还有学了 选财任官科举 对不对 那唐朝的赴税很有名叫租庸调 唐朝的兵制叫辅兵制 这些东西呢 有些像租庸调 就被日本给学走 所以日本的学生 也要念什么是租庸调法 那同学到高中就会学到 好 那孝德天皇呢 就以唐朝的制度层次 我们在公民有学过制度层次 对不对 好 开始进行唐化运动 所以他主要访唐的是制度方面 再来第四点 再来第四点 日本字的出现 日文 好 这个日文啊 我们常说 日文有五十音 对不对 可是他有一点像英文 有分大小写 A有大小写 B有大小写 那其实日文也是一样 他的 就是这样的发音 其实有两种字 有两种写法 你就把它想成大小写 这样子 好类似 好 那他在日文分别叫做 平甲名跟片甲名 比方说啊 这个音 他就有两个不同的写法 那功能不同啦 平甲名是日常生活使用 那片甲名的话主要是用来翻译外来字 日本有很多的外来字 好 那这个平甲名呢 是采汉字楷书的偏旁而成 那平甲名的话是模仿草书而成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技法 就是草坪 就是啊 好大一片草坪喔 草坪草坪 草书平甲名 好不好 那楷书就是片甲名 好 好 再来就是佛教 佛教在汉代的时候传进中国 到了唐代再从中国传进日本 好 好 然后还有饮茶风气 那个鹿语的茶经 好 好 新罗 好 新罗位于今天的朝鲜半岛上 朝鲜半岛北部 这句话是用来 形容朝鲜半岛跟中国的关系喔 就是 诶 诶 怎样这样架架跑出来 等我一下 哦 好吧 我先说 那个新罗主要是位在今天朝鲜半岛的南部 好 是唐朝的 因为新罗是对应到的是唐朝的时候 好 那只是这个地方是在讲说 朝鲜跟 中国 这个是这一句话这样好 好 那朝鲜跟中国的关系也是可以往前推到汉代 那么在汉代的时候啊 朝鲜半岛的北部曾经一度被纳入版图 就是在汉武帝的时候 后来他们随着汉朝政权的衰弱 一度就是脱离中国独立建国成为高沟立这样子 好 那么继续发展势力就扩及到今天的东北地区 所以那个 刚刚那两句话不是用来形容新罗 他是在形容中国跟 朝鲜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好 好 再来 唐话非常彻底 隋唐时期 朝鲜半岛南部有没有 好 南部的新罗 全力模仿中国的汉字立法儒学佛教 好 Double了 好 所以有君子国之称 新罗 西藏 吐伯 好 位置在清藏高原 就是今天的西藏就是藏族 那么当时叫吐伯 吐伯 那在唐太宗的时候呢 这个吐伯势力强大 那他们特地来向 因为唐太宗也很强啊 你势力强大我更强 所以他们曾经来向唐太宗请求和亲 那唐太宗答应了 因为他觉得这样的话可以 笼络吐伯 所以就派了宗室之女 就是文臣公主 简单讲就把她当成唐太宗的女儿 这样 比较好理解啦 唐朝的公主就嫁到吐伯去 那这个 据说这个文臣公主 她当时去和亲的时候啊 唐太宗 帮她准备了很多很厉害很漂亮的嫁妆 什么金银珠宝啦 绫罗绸缎啦 就是多到满出来 那本来是想要把她 风风光光的嫁过去 那但是这个文臣公主呢 她拒绝了这一些 陪嫁的东西 她就跟唐太宗说 我带了这么多的东西 嫁到吐伯去 其实这对于两国之间 对于吐伯的发展没有什么好处 我每天在那边穿着漂漂亮亮 要给谁看 对不对 那她觉得她不是只有嫁过去啊 她最重要的是她要把 大唐的精神带过去 所以她就 拒绝了那一些漂亮的衣服啦 珠宝啦 金银财帕 那么她要求 陪嫁的东西改成书籍 古物跟工艺品 因为她 这样好像有点像非洲农耕团 对 但是她真的带了这些东西过去 然后帮助西藏 应该说帮助西藏人 改变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她把佛教带进去 所以西藏后来成为了 也是佛教的信仰区 只是 因为西藏有他们的一些传统的习俗 然后佛教到了西藏之后经过演变就出现了藏传佛教 西藏跟蒙古都是信仰 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的僧侣叫喇妈 对 知道 他们会有活佛转世 是啊 好 那吐伯呢也派遣贵族子弟到唐帝国留学 促成了汉藏间的文化交流 好 越南安南 越南北部曾经多次被中国统治 对 对 真的很多次 非常多次 一直到唐朝之前 就是越南基本上 对 都是 统治者都是汉人 然后 数次被纳入版图 一直 OK 所以深受中华文化影响 越南尤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这个我们在地域有讲过吧 好 好 来 造子树西传 透过大使传到欧洲 第一个造子树 要从东汉的宦官蔡伦改良造子树说起 他不是发明造子树他是改良 那因为以前的造子树比较不方便 好 所以后来他就是改良造子树 属实纸张使用普及 那有纸比较轻便 就不用带着竹简在身上 所以可以带很多 然后也可以走得远 所以可以让知识流传更为便利 好 这种东西不好移动了 对不对 好 到了唐玄宗 西元八世纪发生达罗斯之役 当时阿拉伯叫大石 唐军内有造子将被大石人所抓走 那他们把他们集中在萨马尔汗 好就是今天乌兹别克的首都 那就是达罗斯这个地方 他们就设厂驻大石人造子 这个技术后来就透过阿拉伯人 传到了西方世界 好 至于对西方的影响 我们到西洋史 再来分享 好 最后一段要提到的就是佛教跟道教了 宗教信仰呢 起源的非常早 就最早的时候 因为人类对于大自然的认识跟控制的能力 理解程度都是有限的 所以敬畏超自然力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那有时候会有地震 突然下大雨洪水 那为了安抚神灵 所以我们就拜拜祭祀 对不对 有那个和神曲奇 有没有 就有这种故事嘛 所以不同的民族最初对自然祖先的崇拜 什么自然现象啊 山川河流啦 树木花草啦 石头啊 都相信他们有灵魂或者是神力 可以为人类造福 或者是可以降祸 如果你破坏自然环境 你就会降祸 好因此 人们对于这种大自然呢 就会心存敬畏 就会进行祭祀 所以宗教信仰就这样子发生出来了 好 接下来慢慢的演变出对于各种神 当然是最早就是人类开始想象出来的 那慢慢的后来开始会有一些很伟大的人 然后我们因为敬佩他的精神 所以我们会把他神格化像观公 妈祖 对不对 好 然后还有一些巫术的信仰 所以祭祀活动就产生 好佛教 来 这个刚刚有提过 原自于古印度西元一世纪传入中国 许多西域僧侣开始慢慢的透过思路来华传教 那中国也有僧侣全往西域 并且大量翻译佛经向玄奘 好 好 中国话 什么时候 唐朝 好 佛教传入中国后 逐渐与中华文化融合 那就是传统的一些中国的道德观 或者是价值观 比方像 中国在某些时候 其实僧侣是不需要缴税的 那就会被人家批评为就是不适生产 所以就会有人为了逃漏税就会出家 那这个是不是就会破坏国家社会秩序 对不对 好 那么 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状况 唐朝时发展出许多中国化的宗派 好 这两个宗派是最有名的 第一个叫靖土宗 第二个叫禅宗 禅宗出现的时间 比较早一点点 禅宗是从印度来的 但是在中国后来广为流行 那靖土宗是真的很纯粹发源自中国的 所以像我刚有讲到 像那个东南亚地区 还有西藏 都是佛教区 但他们就没有净土宗 日本有净土宗 因为日本的佛教是受中华文化影响过去的 那这个禅宗跟净土宗 为什么会被形容为是中国化的佛教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 他们都不需要出家 是不是就可以兼顾孝道 孝顺 有不用 禅宗比较简单我们先讲 就是他讲求的是顿悟 打坐 定心思考 这样子 然后再加上这个禅宗 他有蛮多的理论 其实跟儒家思想是有融合的 可是这个 这个已经有点复杂了 有种学到高中会接触到 那么就吸引了很多士代夫 就觉得这个禅宗 学问的味道 学问味儿比较重 是属于士代夫口味的 那一般老百姓呢 我们懂不了这么多 你跟我讲那些深奥的佛理 再加上深奥的儒家思想 妈呀 两者其中一个都让我扣头痛 还合在一起 对不对 我当然就觉得他没有那么亲切 这个时候呢 净土宗就告诉你了 其实怎么样可以 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世界呢 念佛就好 在家 诚心 净心 非常努力非常虔诚的念佛 就念佛 所以这个净土宗呢 又叫做念佛宗 真的啦 好 那他当然就是 这个佛法继续讲下去 我们就好像有点在传教了 所以我跟你强调念佛的原因 是因为啊 其实这样子比较好执行 你说婆婆妈妈 是不是有很多 阿姨阿嬷啊 然后下午在家 早上买完再回来啊 有没有家里没有人 他是不是就打开佛经 然后无量寿经 奥密陀经 他就开始一直念 然后念的时候 哇很专注啊 外面的小孩尖叫 菜摊怒猴 他也就是 不动如山 他就是沉浸在佛经的世界里 这个其实就是净土宗要强调的 其实接触佛法没有这么难 好 那所以净土宗特色是什么 心想念佛号 念奥密陀佛 好 那信徒一样不需出家 可以在家修行 所以这个是不是就 非常适合中国人 好 道教 道教跟佛教 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佛教是外来的 而道教 同学请注意 这个是 本土的 好 源自于中国本土的 好 道教主要是三个部分所构成的 这两个 也可以说两个啦 好不好 那个中国人是喜欢求长生不老吗 你看秦始皇 渡海去找仙药的 有没有 好 所以呢 道教就是起源于先秦的民间信仰还有求仙方术 那道家又怎么会跟道教有关系呢 因为道家强调就是顺应自然 简单 简单的讲 你有没有觉得顺应自然会比较长寿 对不对 不要强求嘛 心胸开阔嘛 顺着自然走 哦 哦 哦 那身体就会健康 对不对 然后 顺应天理 不要逆势而为 哎 在长寿的秘诀 对 长生不老的秘诀 那其实当然还有跟后来道教衍生出来的一些学理有关系 那但是就是道教就是讲一个顺应自然 然后你就可以获得这个宇宙天地宇宙的规律 那你感受到了这个规律 你就可以跟天地融合在一起这样 那所以这个道家有一些思想就是其实也是在讲 就是有一种修炼 好 但是不是说叫你去练丹 练丹的是这个啦 求方仙术 好 就是 求仙方术我在讲什么 求仙的方术 就是这种的 嘿 那只是说因为道家本来就有这样子的观念在 好 然后道家是学术思想 但是他有一些衍生物会强调到长生不老 于是呢 在汉代的时候就有一些人把道家的学问思想 假托在这一种长生不老之术上 因为这个长生不老之术听起来好像有点闲门歪道 他就会告诉你说你看道家思想也有说过什么什么什么老子 有说过什么什么什么逍遥庄子 主要是老子老子影响比较大 黄老子有讲过什么什么皇帝然后怎样怎样的 然后他就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有凭有据的 简单的讲就是他把很民间习俗的东西 融合进了道家思想之后就是把他的层次提高了 然后把道家思想假托在这种求长生不老之术上 所以就让他变得更精致变得更丰富 然后也有了理论的基础这样 所以道家跟道教是不一样 但我们现在为什么会称道教 就是因为他的内涵里头有道家思想 所以我看一下在哪里 这里啦 所以这句话这句话画起来了 道教是道家思想的宗教化 那道家奉老子为始祖 所以道教就更不用讲了 好第一个 中国古代巫术与各地神仙传说逐渐会流 第二个 汉朝出现渴望长生不老的 长生不死的信仰 以及道家思想宗教化 好 出现的时间是二世纪东汉末 佛教是西汉末 道教是东汉末 好东汉中期张陵 五斗米道 这个张陵可以认识一下 好 那这个五斗米道 意思就是你要参加这个道派 入会费 就是五斗米 他觉得五斗米多不多 不知道对不对 陶渊明不畏多少米折腰 五斗米 所以五斗米有多多 可能就是一个小官一年的俸禄 那这个对于老百姓而言多不多 很多 但为什么要跟你收这么多米 决心 决心 ok 好 你要真的想参加 入会费很高 好 好 然后他们的那个 像 张陵发展到后来到他孙子的时候 就自称自己叫天师 所以后来就改名叫天师道 所以这个天师就变成是道教的神职人员的一个领袖的代称这样子 好 好 晚期还有个张角的太平道 那个 你有知道黄金之乱吗 就这个 帮我写在旁边好不好 这是东汉末年的黄金之乱呢 就这个 那个喜欢三国的同学应该不陌生吧 好 好 那这个黄金之乱就是宗教之乱 好 就是起源于道教之乱 就是起源于道教 当时的张角 假托太平道 苍天已死 好 然后就是 就利用这个宗教信仰啊 吸引老百姓这样 好 爆发 宗教黄金之乱 好 那传教呢就是 一开始 为什么会受到民众的喜欢 因为治病消灾 佛教不走这一套吗 对不对 那么治病消灾啊 有钱人也会有病痛 但是他们有钱 请得起好的医生 皇帝生命还有御医 可是老百姓呢 根本没有这些医疗资源 所以 这个道教的出现 他就比较接地气 因为在一刚开始呢 主要是受到下层民众的欢迎 但佛教不一样 因为佛教 这些佛经 他翻译翻译之后 你要看得懂 那谁能翻译 谁看得懂 对不对 所以佛教比较被上阶层先开始接受 道教是下阶层的民众 好 到了魏晋南北朝 跟佛教一样 越来越popular 为什么 魏晋南北朝时期 道教进一步吸收老庄思想 逐渐流行于统治阶级 好 第二点打勾 来吧 唐朝 唐代东西叫什么 李世民 他爸叫什么 李渊 知道吗 所以唐代姓什么 李 好 同学老子 老子叫李耳 耳朵的耳 有没有发现跟唐朝的国姓 是一样的 那唐朝的皇帝啊 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朝代里头 可谓是 就是这个 这个朝代喔 他是中国唯一一个所有的皇帝 大家都非常迷恋于 讲求这种炼丹啊 长生不老啊 到了一种疯狂的境界 连唐太祖都是 你说后面的朝代有一些是 可能有部分某几个皇帝 非常崇尚佛教 然后有几个皇帝很崇尚 长生不老 但是你说一个朝代 然后几乎每一个皇帝都这样很追求 长生不老的唐朝 那这个唐朝呢 因为非常行长生不老这件事情 然后再加上刚好老子与皇室同性 所以呢就深受推崇 因此在唐代还被立为国教 那么唐朝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曾经一度小小的被窜 就是武则天 这个武则天呢 因为他窜了李唐家族的皇权 所以他刻意提倡佛教 所以武则天还用自己的 就是在唐高宗的时候 还依照武则天的容貌 帮他打造佛头佛像 你知道吗 那武则天好佛 其实也是跟李唐家族 对立也有关系 传播与交流 我看一下 好那这个就是指那个 中国的宗教传出去 然后外国的宗教传进来的部分 好我们看一下 好传出的部分 宗教 中国传出去的有道教 还有中国化的佛教 好这个比较主要是去日本 好没有去东南亚 东南亚的话有 有越南而已 泰国缅甸柬埔寨 那种都没有 好 好那传到哪里 日本朝鲜 好越南 越南有 越南跟 越南也是那个大圣佛教 这个都大圣佛教 东南亚是小圣佛教 好再来 传入的是伊斯兰 主要是透过波斯跟阿拉伯商人 传进来的 好西元七世纪的时候 对阿拉伯人影响比较大啦 波斯当然也有 但是波斯还有传另外一个是 那个基督教 我补充个东西给同学好不好 就是在唐朝的时候 有三大义教传入中国 我写在这好 好 好 好的 好 浑 浑 好 三大异教这个异教是指除了佛教跟道教以外 所以我们称它叫异教 传入中国的三大异教是锦教 回教 摩尼教 那这个锦教是基督教的分支 以后到了三年级我们会学到那个基督教 然后里头就会提到基督教有个分支 叫东正教 那东正教底下还有一个分支就是锦教 好 再来是回教就是伊斯兰 再来是摩尼教 摩尼教就是仙教 叫拜火教吗 有看过以天图了 就是拜火教的分支 所以其实这三个宗教的传入都跟波斯有关 那当时的波斯因为受到阿拉伯的威胁 所以像波斯的国王跟王子还曾经 来到唐朝避难接受政治庇护 然后很多波斯人就会循着思路来到中国 那波斯有信仰基督教的 有信仰回教的 还有信仰摩尼教的通通都有 所以就都传进来了 好 那像回教的话也跟阿拉伯有关系 好 这补充给同学 好 这补充给你 好 最后我们来整理一下佛教跟道教 好 来 佛教起源于天主古印度 道教发源自中国本土 好 佛教创立者释迦摩尼 好 佛陀 那道教的话张灵跟张角 他们都是姓张啦 但没有关系 然后佛教是西汉末传入 那道教是东汉末创立 好 道教 远古时代的梵灵信仰 慢慢的演变成为一些神仙传说 好 佛教在汉代 尚未普遍只有少数人信仰 西汉末年传入中国 道教在汉代初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长生不老 然后到了二世纪 就是东汉中后期 开始有组织化出现 好 信仰者 道教是下阶层百姓比较多 好 那到了东汉的时候 佛教出现了中国第一座寺庙 洛阳白马寺 好 然后开始翻译佛经 42章经 这是中国佛经翻译之史 见四 见佛寺 翻译佛经 好 信仰者呢 上阶层比较多 好 到了魏晋南北朝 因为社会动荡 所以两种宗教都大为流行 好 魏晋南北朝 佛教 西域高僧来弘法 或者是中国僧侣西行求法 然后佛经翻译也更胜以往 我没有说过翻译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好 再来 同志阶级从 信仰的阶级从统治阶层 世代夫到平民信佛都非常的普遍 信仰者扩大到下层民众 好 来了 那个独信佛教的梁武帝 他曾经三次舍身同太祀 就是他不想当皇帝了 他想要出家 然后他就偷跑到 叫那个同太祀 安大臣早上发现皇帝不见了 心很慌啊 到处找找不到 最后在同太祀里找到皇上 理了一个大光头坐在那里敲 对 然后超傻眼的 然后只好把皇帝赎回来 因为在南朝的时候有规定 就是你出家很容易 但是如果你要还俗 就是你要想清楚啊 出家很容易 但是要还俗呢 要黄金万两 但国不能一日无君啊 所以呢 梁啊就花钱 把梁武帝赎回来 然后 但梁武帝就不想回去啊 过不久他又来一次 他一共玩了三次 所以那个同太祀 后来成为全中国最有钱的寺庙 好 第三个 在中西交流之下 开始出现很多 具有外国风格的佛教建筑 这个所谓的外国风格 主要是因为思路 然后佛教本来就是外来的 所以你看这些石窟啊 他都在思路上 你看不是甘肃啊 不然就是从山西 黄土高原 到甘肃河西走廊 然后一直到 那个敦煌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接过去就是思路 那么当时有一些印度风格的艺术 佛像艺术或佛教艺术 就会透着这个 透过这个思路传进中国 就会有这样的现象 好 再来是魏晋南北朝道教 民间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就扩展到了统治阶级 好 第一个吸收佛教跟道家思想体系更为完整 然后帝王跟世代夫信仰道教的也越来越多 像那个北魏 好 曾经一度以道教为国教 好 到了隋唐时期 佛教中国化 那道教的话呢 甚至被立为国教 好 佛教的著名之派是中国化之下的禅宗跟净土宗 那至于道教的话就是一刚开始出现的吴东敏道 还有引发黄金之乱的太平道 那这个太平道在黄金之乱之后就销声匿迹了 引发乱世啊 当然会被打压啊 对不对 好 OK 好 这个就是佛教跟道教的比较 结束了 这是宗教信仰的部分 那么这个章节呢 我们主要是提到第一个 对外的民族关系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宗教信仰 那当然宗教信仰它其实是一个连接点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两大宗教信仰 佛跟道 这个佛教就是跟多民族互动发展有关系 就是思路嘛 好 那它是属于外来的 那至于像道教的话是源自于本土 所以前面我们讲 先介绍认识民族 好 然后中间是讲交流 那后面的话就是提到宗教信仰 好 那再来就是有一个小小的结论要提醒同学 中国从战国时期开始 一直到魏晋南北朝为止 主要的外患是匈奴 那魏晋南北朝除了匈奴之外呢 还有鲜卑跟敌枪 鲜卑甚至曾经统一北方建立了北魏政权 那但是到了那个唐代隋唐时期 就变成是土爵 那土爵分成东土爵跟西土爵 匈奴是北匈奴跟南匈奴 然后东土爵跟西土爵之后呢 唐朝还有一些外患啊 比方说 被我擦掉了 刚刚我们提到的像 大石 吐蕃这些通通都是 好 那么这个是到隋唐为止 可以预告一下就是接下来的宋代 那个才是外患的巅峰 宋代的外患非常多 这个甚至有很多的故事像月飞啊什么的 同学应该都二熟能详 就跟金 女真有关 然后再来会有元朝的蒙古 所以中国一直以来 其实外患问题都不中断 那我们就是依着我们的学习进度 慢慢的去认识在这个时期 中华或者是所谓的东亚地区有哪一些民族 然后他们与中国如何互动 好 这个是 就是我们在学习中国史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好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 OK 好 那下次见咯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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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